常年居住在京九地区的居民 大部分都只拥有了地上权 每年定期几乎都要向地主台阳公司缴付租金 只是他们这一阵子所有京九地区的陈租户 都收到了台阳公司的公文 公文中是表示了 每一户都将涨租金至少是60%以上 让许多的陈租户是大表不满 20号当天台阳公司也邀请了当地里长 韩明一代表来进行一场协调回 只拥有地上权的京九地区居民 最近都收到了这张通知单 上头标明将在104年1月份开始上涨用地租金 至少每户60%以上 让许多当地民众大表不满 因此在10号当天 台阳公司也紧急召开协调会 邀请当地里长民意代表来进行协调 希望早出解决之道 也借此保障地方民众的最大权益 今天台阳公司发一个通知单给我们这个机民 说他们要把这个地价税提高 但是这次他们提高的幅度非常的高 我们的机民的话大家都不能接受 他有分这个一般的市基户跟营业市基户 但是他们幅度的吧 有的将近也差不多一倍半以上 那他在11月份 11月份有发一个公文 就是针对我们京九地区 我们整个不管是市基户或者是营业户 他们整个地价税整个要做一个调整 所以连带的将我们这些所有住户的一个租金 来做一个调整 那这整个过程 我想除了他们在4月份有开个简单的协调会 完全没有经过地方民意 包括里长 包括民意代表 包括议员立委 这边来做一个协商 那他们贸人的做一个涨价的一个行为 那引起当地民众 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反弹 在协调会中 台阳公司也表明 因为新美市政府将调涨地价税 因此也连带影响到用地租金 涨价也是万不得已 只是租金涨幅三级跳 也让地方大喊吃不消 在台阳公司跟他们协商 希望他们把这个暂缓 然后给我们有空的时间的话 我们跟市政府 跟立法委员这边来欢迎 希望他们不要把这个地下水平都这么高 我们这个居民的话 在这个营业方面的话 才不会负担这么重 我们除了台阳公司这边做一个陈情 那包括我们地方由里长 由地方民意代表 透过里民来做一个陈情书 那我们由议员这边 跟立委这边 那将来我们林立委员在市府 我们跟市府做一个协调 是不是视我们当地的一个民情的一个状况 那适度的来做一个地价税的一个调降 那让台阳公司能有所依据 那把我们整个租金来做一个调降的动作 在两到三个月之内 协调市府这边将 看是不是可以将附近的地价 不要调降的这么高 因为毕竟这里以前是市居很多老矿工 他在这个地方辛辛苦苦的工作耕耘 住在这个地方 结果现在你一下子给他涨这么多的地价 他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当然是也透过里长表达民意 也透过我们这些民意代表来向他们做争取 接下来我们会努力把这个地价的这个部分 做一个看能不能调整 或者是让民众觉得调幅不会这么大 经过协调会 民意代表也将会激励协调地方 如果真的要涨价 也必须是在合理范围 让租方和陈租方都能满意 杰纯威 瑞芳 采访报道 今天这下个文章是什么 他在书房 中国人